有一个弟子活得非常的痛苦 很烦恼 他去找一位法师 这个法师是他的师父 这个法师呢 把这个弟子带到一片空旷的地带就问 你现在很痛苦 想不通 你抬头看看 看到了什么 这个弟子就说 师父 我看到了天空 师父说 天空大不大 哦 师父 很大 师父说 我告诉你 我可以用一只手就遮住整个天空 你相信不相信 弟子无法相信 师父说 来 我遮给你看 拿起一只手 遮住了这个弟子的双眼 问他 你看见了天空没有啊 既然师父就跟他说 生活当中有一点点的小痛苦 有时候有点小烦恼 有一点小的挫折 就像你一个手掌一样这么大 但是呢 看上去虽然很小 看你放在哪个位置的嘛 你把它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你把它拉进来看 把这个烦恼 把一点点小烦恼 小挫折小痛苦 你拉到镜前来看 搁在心头 就像一只手掌挡住了你的眼睛一样 遮住了你的人生的目标 让你看不到整个的宽阔无垠的天空啊 我们人整天的就是为了一点点小挫折 一点点小烦恼 天天的以为太阳都看不见了 哎呀 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平啊 怎么这么烦啊 有的你们烦啊 好好受吧 因为你们把手遮住了你们的双眼啊 遮住双眼的人就会错失人生的太阳 错失你看到蓝天白云和美丽的彩霞 所以要懂得我们人生不能被一点点的烦恼和痛苦 马上就纠结和忧郁一辈子 所以很多人碰到事情就自杀 碰到事情就想不通 那就是因为他的手掌太大了 就像我一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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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